黄泉营传来战报 小公子被狐顾又不升起了 什么 电视剧狐猪夫人正在热播 方海誓不顾自身安危 主动要求去黄泉关驻守边疆 不用想都知道这肯定是极其危险的任务 而方海誓之所以要这么做 还不是因为他误会了方珠要跟居琪琪结婚 海誓吃醋了又不说 直接跟方珠闹起了冷战 转眼来到战场上 方海誓暂时舍弃掉对方珠的想念 一心投入到事业中去 然而因为他孤身前去解救战俘 方海誓惨遭敌军俘虏 他女子身份也就此揭开 海誓的容颜太出众 当场就被又不东王立为了王妃 远在千里之外的方珠得到消息瞬间慌了神 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比挽救方海誓性命更重要的事了 于是他立马掉转码头攻速赶到黄泉关 正好在又不东王抢取方海誓之日 方珠杀入了他的营帐 看到师傅单枪匹马来营救自己 方海誓瞬间感动落雷 故事的最后 又不东王被方珠亲手斩杀 他还霸气放话道 感动我女人 我就要你的命 不得不说这段也太精彩了吧